小時候想要靠在這邊看風景 結果船在晃的時候 我的牙齒就撞到這個玻璃 然後整個上排的牙齒就流血 真的很白癡 就想默默的把血拆掉 因為太蠢 然後現在就出發去那個 珍寶海鮮房 今天在這個vlog呢 就會帶大家去港產品裡面的電影場景 那我現在去哪呢 就是去香港仔搭船 然後去吃珍寶海鮮房 就是電影食神隨景的地方 搭船的這個地方叫做香港仔 然後這也是我從小到大長大的地方 所以我很熟悉 珍寶海鮮房就是等一下去那個 食神大賽的那個取景的餐廳 還是我小時候很常吃的一家餐廳 我上一次去大概是十幾年前了吧 不過現在是白天 在食神裡面的出現場景是晚上 應該會有很多人看到香港的這片海啊 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綠色的 我也不知道 我們剛剛一坐下來呢 他們就幫我們開茶了 開茶是在香港 飲茶的時候一個必須要做的動作 就是嘉賢先問你 你要喝什麼茶 然後他們就直接幫我 沖了我最愛的茶 就是香甜 次來是用份量預訂的 然後上面我就是直接預訂了一個 點心的套餐 所以等一下不用寫太大 他都直接會送來了 好方便 目前所有餐點都到齊了 在介紹有什麼之前呢 先跟大家打針一下 這一頓放到多少錢 然後兩個份的 總價錢是港幣381塊 大概1500塊1600台幣 而且他吃這個景色跟這個 那麼有名的地標 這是蝦餃 蝦餃就是一個薄薄皮裡面包著 蝦子這樣 然後這是叉燒包 叉燒包 它是蜜汁叉燒包 不要以為裡面放人用 這個 這是芒果布丁 這是甜點啦 可是它都會一併上菜 就一次上 然後這個東西 加在那個布丁上面 在香港我們叫 花奶 花奶 就是香港人吃 各種布丁類 果凍類 都很愛加這個花奶在上面 春捲 這是三春捲的醬 這個是三春捲的醬 它叫 Kits Up 胡蘿油 菠蘿 菠蘿油 菠蘿肉嗎 菠蘿肉 有點像糖醋 豬肉 但類 這個會加蜂蜜 菠蘿 菠蘿油 蛋塔 可是我個人呢 就比較喜歡那個 餅乾皮的蛋塔 這個皮是酥皮的 就很多很多 很像千層酥皮那種感覺 還有之後這個 揚州炒飯 跟台灣呢 很不一樣喔 因為你看得到它的米粒 是泰國米 就香港吃的泰國米 然後看起來乾乾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裡面有加那個 叉燒肉 對了 剛剛其實這個燒菜裡面 還有附一個燒賣的 可是因為它一倒了 它就很細 然後我就馬上吃掉 然後我吃完之後 它就馬上把龍子收走 所以大家連屍體都看不到 很好吃很好吃 我最喜歡這家店的 其中一個點 除了它是因為 石神的取景場地之外 就是可以看到的 外面這一片海景 就是也不是海景 遊艇 遊艇景 它沒有什麼海 所以說魚港 魚港會出現的東西 就是一個香港的特色 好吃 這裡到底有沒有在賣 暗燃燒混飯 畢竟這個地方是那個 暗燃燒混飯的 發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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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 他們只有賣鮑魚那類的 反正 你吃什麼夠飽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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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那個龍椅嗎 就是 那個石神裡面的食品家 薛家燕做的那個龍椅 在我後面那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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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發現 如果想要去那邊拍照 好像要付錢的樣子 因為它把那邊 攔起來 付錢來說 所以說兩個人吃這麼多點心是很飽的 我剛剛吃完出來啊 看到外面這個壁畫 大概猜得到為什麼會有這個水上的餐廳 有可能是因為 他說以前的皇帝都是在水上面吃飯 高高在上的感覺 然後別人都要撐船過去送他食物 可能是以前的人有這種想法 或就變成現在有一個海上餐廳的感覺 那皇帝的臉看起來真討厭 我怎麼感覺瞬間變成游客 我明明就是在這邊長大了 有興趣的人啊 來香港的時候真的可以來吃個飯 這個地方應該歷時蠻久的 有興趣的人自己上網看看 就是這樣掃過去超有Fu的 剛剛我恨不得請那個人開快一點 然後自己再用輕功水箱飄 從那個窗戶上面衝進去 整個那個電影裡面的場景就飄出來 現在要搭船離開這個 超特別的珍寶海鮮房 OK 那些船員現在一直罵髒話一直聊天 一直罵 還在嗎 我只要走經過它暫停 可是我一走了 繼續嗎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I'm you 然後再打開一下 哈哈 我可不可以 我會把我收到 然後再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